工程掉臂砸中台中捷運意外 事發當下捷運行空中心 皆是畫面曝光 只有三名工作人員在場 一名女工作人員 當時從螢幕上發現警示 從第二排一路走到第三排確認 經過十幾秒才陸續有其他人員進來 而行空中心正常值班 應該要有六個人 怎麼只剩三個人遭到議員質疑 那列車撞擊以後 那才增加到五位 所以現場的人力 到底足不足夠 應變SOP 我覺得有非常大的檢討 事發後行空中心 也只出現五名值班人員 議員通批反應時間 總共有41秒 要是及時發現通報 或許就能夠阻止列車啟動 讓他質疑行空中心的人員 流程上出現問題 各席位是一個輪流用餐的方式 那我們在用餐區 也設置無線電的監聽 所以在事發之後 在監聽到無線電之後 相關的用餐人員也陸續回來 那只有一名人員 因為他在茶水間 不是在無線電監聽的範圍內 所以經過人員通知之後 返回席位 中捷公司強調 行空中心當時是休息時間 其他人員正在隔壁吃午餐 並沒有走遠 當下聽到無線電 也馬上回到崗位 再利用無線電 第一時間通知全縣動員人力 前往支援事故地點 絕對沒有拖延 海中捷運遇上公安意外 造成乘客傷亡 外界全面檢視捷運公司處理流程 要避免再遇上類似情形 再出現遺憾 TVBS新聞將決兩百一台中采訪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